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玲 哥伦布 纳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 罗永生 曾卓宜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风云时迹 隋文帝 隋扬帝 三精高历 扬帝在位期间 曾经三次大举精土高巨历 大业八年 即是公元612年 隋扬帝第一次进攻高巨历 精调事出113万余 陆军集中于夺军 水军就集中于东来 另外调文夫200万 以运送衣甲粮食等等 但是因为高巨历 军队 坚守城池 隋军无法攻下 又逆为大将军 来护仪率领江淮水军 战艦绵延数百里 走海路进攻 来护仪选拔的 精甲四万 在平阳城 爱围 中伏惨败 三十万五千陆军 到辽攻高巨历 亦遭到惨败 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 支柱器械巨万计 亦都吊失怀进 大业九年 隋扬帝第二次进攻高巨历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 礼部尚书 杨元錦 在黎阳起兵伴随 除阳帝仓皇切军 结果 征高巨历之役 无功而还 大业十年 第三次进攻高巨历 这个时候 阳帝鑑于国内地方叛乱 已经成了缘之势 而不敢狗战 而高巨历 亦都显示请寒 阳广就此切军 阳帝三次征土高巨历 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 征调财物无数 大量士兵 民夫 死于战场 或劳役 由于农村之中 极度缺乏劳力和耕促 大量土地荒谬 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人民难以生活 最终引发了大规模 除末民边叛乱 古军风云荣物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罗荣先生 我是征卓妍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徐文帝 徐阳帝 上次讲了阳帝职位之后的种种情况 其实大业连间有一连串的军事行动 后世学者都认为 是阳帝职位之后将徐朝由盛而成一个转裂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阳帝三征高礼 是没错 罗先生 我们一直说 阳帝有很多高瞻远竹的所谓赤丝症 一直以来说是正路 所以做的事都能够补到当时的不足 但如果你看到时间线 你就会知道徐阳帝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几乎将人数十年要做的事 九年八年已经什么都做过 你想想他能够做到 他手下的人或普通平民百姓 怎样撑下去 所以我们说 其实他一到一步 已经令到当时徐朝的整体力量 已经去到崩溃的边缘 后来回顾历史 世家经常说这个阳帝征高礼 是一种所谓天朝上国的心态 其实我们说这个不完全正确 我们简单从一个客观的历史角度来分析 阳帝征高礼 我们说有几个受到学界肯定的原因 除了高礼的崛起 对徐朝带来一定的威胁的同时 其实也了解到高礼在当时 和莫北的特决颇有未来 没错 大家知道我们上几次都说过了 很不容易文帝和阳帝才赚取到 圣人黑汗的称号 如果现在特决和强大的高据礼联盟起来 整个东亚形势可能改变了 甚至乎徐朝这个圣人黑汗的位置都会不保 于是我们觉得 后世事家认为 阳帝这里是看到一个问题出来 于是必须全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伐高据礼 让高据礼与特决关系的切断 而确保了徐朝在整个东北亚洲盟主的地位 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性 是 没错 我们谈到后见之明 特决在徐末唐初的格局里面 特决是处于一个关键的角色 我们说在徐术望之后 唐初的所有群同 基本上都是与特决有种种的交往 甚至可以叫做半是清晨的一个状态 大家都是听他说 简单说就是整个特决的力量 仍然是处于一个压制中国的形势 而徐高据也不仅仅是阳帝的决定 在文帝时期也已经第一次试过徐高据 没错 不成功 但是因为高据也再不来潮 所以如果在避风为圣人黑汗之后 成功处理了西域的问题之后 高据也不来做朝供的话 其实代表着你必须要出征 如果你都当没事发生 你整个西域做了这么好的状态 就会一次过被人推翻 所以正如厚生确认 所以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父亲文帝 在开往年间中 傾存那个狮子撲到的姿势 去讨伐这个高据也不成功的时候 于是又终止到好胜心很强的阳帝 希望在这方面胜害自己的父亲 于是当他职位初年 当他摆了很大的精力 在开作云海之后 上次我们也说过了 那个网络是建设了之后 就令到阳帝更加有信心 能够集天下的力量 去讨伐一个追尔的小国的高据 所以据史书记载 就大概在大业六七年之后 完成了这个 京航大运河的贯通之后 开始就召集天下的角落的官兵了 据史书记载 大概在大业的八年左右 正月阳帝正式下召发兵 去讨伐高励 而将战场在当时的辽东一带 史书记载当时发兵号称一百二十万 并且另外有二百万的民夫 做这个所谓的后勤的補给 因为中国传统上是这样的 一个将士上前战作战 起码两到三个做后勤補给 所以如果你发一百二十万的军队 其实怎么也有二百多万的人 做后勤補给 所以好好当当 三百多万的部队 如果不是因为京航大运河的贯通了 这支部队都是走都没办法走 更加不要说后勤補给 所以正正因为有京航大运河做的背景 再加上国库的充裕 再令到阳帝有这样的决心 再次动杆过去讨伐高巨礼 反过来说阳帝的心态很简单 他认为先帝文帝的准备是不足够的 基础设施未做好 这次做好应该就打得赢 还有在冷兵战争的时候 人数是佔着所有战争的关键 重要的一步 人数多的话 其实对方很多时候都是无法抵挡 或者望风而雄 但是我们说 为什么今次征高丽 其中出了一些差池或者问题 其中一件事就是核心的打法 有一个难以触摸的地方 就是究竟阳帝是想展开一场灭国战争 就是说要消灭高巨礼 还是他想做的是一场韩服的战争 是要谷他们的清神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打法 我要消灭他这么简单 消灭他的所谓有身部队 就是说军事的力量消灭他 杀了人 然后逐个逐个城去消灭 或者打入首都 打解他的管理系统 如果是这样打就行了 下面的人知道 但如果是韩服就有问题了 有时候要攻心 要讲道德 只顾韩话你就要好好处理 因为你要目标是希望他将来是清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见到的阳帝的很多的诏书 或者公开的讲述里面 都看不到他对高巍礼究竟是想走哪一套 古今风云人物 徐文帝 徐阳帝 主持 罗永生 曾卓言 第一次在大叶百年征高历的时候 其实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次他就以这个当时的辽东作为一个战场 就在中国境内和这个高历 作出了大的所谓的阵地战 但是这场在辽东的战场 没有什么甜头 并且反而是被这个高巍礼经常揣越力 于是到了大叶的九年前后 他就改变了战术 一方面牵制了高历的主力 在这个辽东的时候 也都派了海陆两路 大概五十万军队 从海陆两路去突袭高历的角度平壤 就似乎希望想一举而将这个高历的殲滅了 但是在平壤遭遇战的时候 就被高历的守军了解到 其实这一支的软青鬼是孤军作战 于是乎有敌深入 据史记者说 打空城街 让徐军从陆路攻入平壤之后 似乎发现平壤城好像不设防 于是乎徐军警惕下降了 并容许这些徐朝军队在平壤周围掠夺 正正当徐军在平壤城掠夺之后 突然一支大概一万多的高历的部队 不知从哪里来突袭 让当时正是忙于抢掠的徐军 大吃一惊 马上溃败了 所以这场平壤战 本来以为很随手可得的平壤城 结果反而是什么 令到50万的远征军 后来史书记者 只有几千人能够方言回到辽东 我们说这一场战争 其实是挺难处理的 首先第一样 它是分两线作致的 主力部队是沿着今天的中韩边境 中港北韩边境 想越过鸭陸江 当时是大同纲 经过进去平壤 这一条是正攻法合战 即是远着正条路 主力部队去 然后刚才罗山桑的特袭军 沿海路中间设入特袭平壤 本来我们看后来大家的估算 它预计应该是一个合围作战 即是两边的军队同时到平壤 还有一个掀面攻势 瓦解整个平壤的防守 其实是很正路的步伐 但刚才我们说了洋帝的问题 它说它因为有可能是攻心 也可能是攻城 所以在很多时候 朝方用很多所谓的诈行的方式 简单说 每一次去到某个城 就跟你说我招行 他一说后行 就要派人去跟他谈 一谈的时候就倒入了军事 所以我们说主要的陆路大军 其实迂回地尝试入平壤的主力部队 是慢了 所以结果出现了所谓沽军深入 而一个特入的部队 是被对方特袭瓦解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说 整个大的布局出了问题 就令到这一次重要的征高丽的战争 是无功耳患的 所以其实第一次无功耳患 但过了第二年 大业九年 洋帝亦是再次死真不惜 并且重新 起用上一次远征高丽的 其中一个将税 就是于文述 做金氏的统税 也都在兵分掃劳 再次发动到高丽的战争 在当年的 大业九年的三月左右 洋帝预嫁亲征 去到辽东城 并且任命于文述 杨二臣等 率大军 六路大军 他始终叫做 好好当 从六路 穿过鸭六江 直指平落 以这个杨二臣为先锋 和当时高丽的大将 叫做 越之文德 再战 因为越之文德 在第一次征高丽的时候 其实是炸航过的 炸航几次呢 搞到随朝的军人 即是很头痛 很头痛 又炸 又航 又半 又半 结果是放虎归山 放虎归山 越之文德 就是可以说 整个当时 和这个隋朝 扩核得很有 办法高丽将领 但是在这一次 第二次征高丽当中 因为步步怀迎 吸收了上一次的经验 其实隋军已经 渐见上风 但好境不常 在逼近平壤的时候 竟然火烧后拉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昔日和阳帝 一起谋夺太子之位的 阳素的儿子 阳元錦 在国内所谓的谋伴 当时已经位置于 六部尚书 其实阳元錦 可以说是 整个关隆集团的第三代的成员 也是当时 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 他的叛戀 其实那个政治影响力 是很大的 因为他毕竟是阳士忠失之后 也是关隆集团的核心 他叛戀 带来整个军心为同党 究竟是不是自己阳家 以至核心的统治集团代步 都对阳帝征高丽的举草 表示不满 而成事而起 这个带来很大的问题 于是我们说 就是因为阳元錦 叛戀 就令到 本来在平壤前线 已经颇佔上风的阳帝 必须抽调军队 马上派于民术 从辽东前线 赶回去这个大兴一带 是退赴阳元錦 令到我们说 这次的征高丽之战 亦是无疾而终 而甚至我们说 留守殿后徐朝大将的李景 所需的军队 一直斥的时候 一直要吃力地招架高丽的追兵 并且史书记组是死伤颇多 所以第二次征高丽 亦可以说是招头难辣 带来相当大的政治和军事上 都有很大的打击 我们说大业九年 这次荣帝的第二次征高丽 即徐的第三次征高丽的战争 其实是可打可不打的 普通的市家都认为 为何愿意再打呢 其实就是因为第二次 整个国威已经消耗了 对外这样的政策 有一次这样大的失败 是被人笑的 他没有办法 他就迫着要打第三次 但其实在大业七年的末 亚光军已经开始成事 这些因为运河一带 力役太多而激起了民变 大业八年 就是阳帝的第一次高丽战争输了 之后到大业九年 刚才所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众臣的叛乱 你会见到 无论是民间的 因为苛政的叛乱 或者是因为阳帝他自己猜忌 或者是对于关隆集团 一步步尝试设他们的权力 令到很多关隆的分子 都对阳帝慢慢失去了信心 你会见到就是内外上下 种种部分都出现了很多震荡 这些震荡是令到阳帝 没有办法再用到 他那种鸿途伪略的方式去管治 所以其实我们说 从大业的八年九年 到最后一次大业十年 阳帝都是死心不息 都是要向高桂利用兵 虽然我们说 今次也好像颇有钳头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高桂利人明白 孤军阳征是徐军的一个致命商 所以缺阳征军的良度 虽然我们说阳帝 虽然表面上攻下了遼水防线 这条很重要的兵 并且迫使到高丽王 这个英阳王 交还当年逃宾去高桂利的 楊玄錦的手下 斗司正 这个兵部尚书斗司正 但是 阳帝接受了这个条件之后 表面上大家是霸兵 但是实际上 与此同时 我们说 在第三次经过高丽的同时 其实楊玄錦所带来的影响 已经慢慢浮现了 刚才卓然也说 雅光军甚至其他地方的农民 都纷纷起义 就进入了历史上的 除没农民起义的阶段 与此同时 阳帝仍然不知这件事 在大约11年 他依例仍然在秦游莫北 去到北秦长城的时候 比当时 名义上应该属于 圣人客汉帐下的 特决最高统议者 此不可汗 特杂 将秦游莫北的阳帝 困于雁门关之中 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幸好阳帝都醒目 就马上派人 联络此不可汗的太太 即是河敦 这个河敦 其实就是徐朝的公主 做好做丑 散课留言 突厥北部有编慢 于是令到 此不可汗 马上班师胡朝 解除了 雁门之围 这个险柱 甚至徐书记组 在雁门之围的时候 徐阳帝已经毫无办法 痛哭不已 甚至乎一直盲 所谓自杀的观念 是的 没错 第一 你看到这件事就证明了 特杂在当时的力量 其实一直都没有衰弱 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 持续地有施压 只要中国当时一弱 譬如征高利一失败 其实对于突厥来说 这个徐朝已经是足够有能力 可以欺压的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刚才也有提到 在雁门关施当时的杨帝 抱着幼子一起哭 大家或者近臣 史书记载认为他已经不复当年大业初年的英志 你看到他整体面貌有些变化 这一点其实要再加少许发挥 就是他整体的精神面貌 或者整体的鸿途大略一破了局之后 他不像文帝或者他不像很多的英主 他有力挽狂烂的能力 他没有一种乱局 他没有多一次的感觉 在整体面貌 他反而看到有一种放纵 或者他没有所谓 我们照做的一种面貌 所以你会见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混乱的局面 无论文变也好 或者整个管理阶层对他的不信任 他都没有解决 我们说这三次征高利的失败 可以说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似乎徐阳大已经是所谓的义庆难山 再加上民心已经尽失 甚至跟一些本来是关隆集团的一些亲密的人士 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杨元甲 甚至他的表弟李渊都开始萌生不神之心路 而阳大也都监于在当时整个西北地区 无论所谓的大兴城也好 甚至乎去苦心经营的东都来好 都似乎受到关隆贵族各方面的争夺 于是乎来一个很大的举措就是长驻江都 现在阳州大将整个官僚体系 将整个神僚体系长驻江都 不作西归之反 其实我都写过一篇文章就说 其实当时阳帝不是说不想回去 处理在洛阳和长安的乱事 但是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心无力 因为他经全国之力 三次征高利可以说 耗尽所有的军事的有生能力 再加上他护重的很多关隆的将领 基本上也都太远离了关隆地区 他们在江都地方也颇有思想上的糾纏 于是乎阳帝都明白到 似乎大势以后的感觉 于是乎长驻江都 而将西面交给他的表情 理军来处理了 大家知道我们必须要讲一讲了 因为就在刚刚刚刚才讲到的时候 在大叶晚年这个突厥又再起 突厥又再也令到西北地区的边疆问题 越来越严重 于是乎阳帝就 不如派他的表情帝 李渊去做太原留守 去对付突厥 而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的 徐唐政权的更迭 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有关这些 不如留下一次再和大家晚分享 好啊 再见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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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